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Jessica 9月28日 北朝鮮通過憲法修正案 立日期核武政策 該國領導人金正恩稱 要加快核武器生產 以阻止他所謂的美國的挑釁行為 遭到國際強烈譴責 據朝中社報導 北朝鮮的最高人民會議一致通過修正案 規定北朝鮮要發展高度核武器 以確保其生存權和壓制戰爭 金正恩稱 北朝鮮的核力量建設政策 已成為永久的國家基本法 金正恩強調 北朝鮮需要推進成倍增加核武器產量 核打擊手段多樣化 並將其部署到不同的軍種 韓國統一部表示 修訂後的憲法顯示了平壤 不放棄核計劃的強烈意願 如果北朝鮮使用核武器 其政權將面臨終結 同一部還表示 北朝鮮將核武力政策 令文寫入憲法 韓美日三國將與以壓倒性的應對 並與國際社會一起加強制裁 促使該國打燒發展核武的念頭 在1992日韓國總統尹錫悦也警告平壤 並舉行了十年來首次大規模的閱兵 以展示武力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薄一表示 北朝鮮的核武器和導彈開發 對國際社會的和平和安全構成威脅 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與此同時 面對韓國總統尹錫悦政府強硬的抗共政策 令到習近平不得不低頭 同時也試圖瓦解美日韓三國聯盟 減輕壓力 韓國官員此前對媒體透露 韓州亞運會開幕前 習近平在會見韓國總理韓德殊時 主動提出認真考慮訪問韓國 議員推動兩國戰略夥伴關係 歡迎舉行中日韓三邊首路峰會 由於地緣、文化等因素 自中共改革開放以來 韓國對華投資不斷增長 對華經濟依賴也越來越大 中國成為韓國最大貿易夥伴 也成為中共對其進行經濟脅迫的條件 長期以來 韓國在經濟上嚴重依賴中國 而在尹錫悦總統執政後 一改前任文在寅政府的巨共親共政策 據韓國貿易協會6月發布的資料顯示 韓國對中國出口市場的依賴度 從2018年的26.8%降至2022年的22.8% 而2023年第一季度則降至19.5% 韓國與美國政府同步 也限制了對華出口、高端晶片等 半導體相關的產品 獨立站稿人諸葛明洋認為 韓國一旦在出口和供應鏈上擺脫對中共的依賴 中共亦失去對韓國的控制 這些不僅影響中共的經濟 在地緣政事上亦令中共更加被動 這些應該是習近平急於向韓國示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7年4月韓國正式部署美國提供的撒德反導彈系統 引起中共強烈反彈 中共稱該系統對中國國土安全造成威脅 並採取了多項反制措施 包括抵制韓科、封鎖旅遊等 中韓關係迅速降溫 封鎖旅總統執政後 不但加速加強韓美軍事同盟關係 還積極修復韓日關係 在國際事務方面加強和日本的合作 在2023年8月的大衛營峰會上 通過了大衛營原則 將美日韓三國安全經濟和技術等領域合作 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國際社會普遍認為 大衛營峰會的目的就是壓制中共 美國智庫威爾順中心的戴博認為 本次峰會最重要的是 日韓修復關係和和好 三方領導人舉行峰會 已經證明中共的挑撥離間失敗了 諸葛明揚說 習近平應該是希望藉訪問韓國之際 鼓動韓國國內的左派親共勢力 給封鎖越政府施加壓力 從而起到破壞被日韓關係的作用 作為世界上僅有的幾個共產國家 中朝直接的友誼一直是互相依賴和利用的關係 特別是金正恩主席之後 中朝兩黨的親密關係更只是停留在表面 9月10日至17日 金正恩對俄羅斯進行為其一周的高調訪問 除了與普京舉行會談之外 還參觀了俄羅斯的航天飛機製造企業 和俄太平洋艦隊基地等重要的設施 北朝鮮媒體稱雙方狠誠坦率地討論了多項重大問題 以及目前的合作事項 並達成滿意的協議和共識 雖然沒有公佈相關的內容 但外界普遍認為雙方可能在武器、技術方面已達成某些交極 普京在與金正恩會談之後對媒體表示 金正恩曾求發展航天領域 俄羅斯將幫助北朝鮮製造衛星 9月20日 北朝鮮召開政治局會議 金正恩在會上指示 要在所有領域採取建設性措施 將朝鵝關係進一步繳活 要加強雙方有關部門之間的密切接觸和合作 擴大發展多領域合作 朝鵝的舉動引起美國、日本、韓國的極大關注 亦令中共感到不安 作為中共牽制美、日、韓和西方社會的一張王牌 北朝鮮一旦獨自助大 並與俄羅斯結成實質性聯盟 不但可以脫離中共的控制 還會對中共本身構成威脅 而目前能在軍事上真正與北朝鮮對抗的就是韓國 諸葛明揚說 習近平雖然大權在握 但中共內部 特別是他身邊的人 幾乎都沒有人不反對他 要想保權保命 他的壓力超乎想像 近來 習近平在外交上連連遇錯 日本駐日大使易萬劉 點名批評習近平 說他是經濟上無能 在外交上是失敗者 美國政府拜登和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 亦公開將習近平稱為獨裁者 市政人黎二銘認為 面對如此招頭濫押的局面 如果習近平能與韓國修好關係 或能緩解一下內部壓力 但堅決抗共的穩石穴 未必買他的帳 中共將行滅亡 這個天意是誰都改變不了 早在2023年2月 華爾街金融巨額索羅斯就曾經預言 雖然習近平目前掌控著所有鎮壓工具 但他不可能長期掌權 他的政治軍事強權夢不會實現 中共將面臨政權更替或革命 以上的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徐簡、程公、綜合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來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隔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請問一下,請問一下 我喜歡的影片 請問一下,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